现在是早上七点,平时我上班都差不多这个点,因为我们七点半就要到赶,所以这里离医院还有一段路程,我也会提早到有充足的时间做上班前的准备。 上午七点二十分,丁美娜准时走入科室,匆匆换好衣服,便开始和网班的同事进行工作上的交接。 丁美娜是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介入科的护士,也是福建省第十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。 2月20日,她跟随着医疗队出发前往武汉,3月31日,结束在武汉靳云堂医院的救治工作回到了福州。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,中心社记者约访了丁美娜。 不忘,使命必打,一定要不忘初心,当我们在报名写请站书的那一时刻,我们下定了决心,我们就一定对自己有信心,能担起这份责任。 回忆起初到武汉的情形,丁美娜依旧记忆犹新。 作为医疗队中的一名护理小组组长,刚到武汉时,她带领组员们苦练创脱防护服,正式投入工作后,每次进入红区前,她都精心为组员检查防护装备,不落下一个细节。 就在长辈的眼里吧,像我们这种年轻人,他们更多担心的是,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少,给我们心理疏导,给予很大很大的鼓励和肯定。 要把这种适应的时间,缩短,缩短,缩短,再缩短,以最快的速度,适应所有的工作,以最专业的角度,最专业的态度,做好每一件事情。 在武汉静银塘医院的隔离病房内,丁美娜带领着组员精心为患者护理,悉心进行心理疏导。 中医药带到患者当中,促进他们健康,就促进他们早日康复。 我们在病房里面会教大家做八段颈,呼吸操,六字绝,然后也有发挥中医药的特色,给他们做中药泡脚, 然后跟他们宣扬中医,然后给他们树立一个更大的信心。 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块空地前,有一面抗疫英雄的龙玉强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,甘愿先后派出四批53名医护人员,随福建医疗队前往湖北驰援。 丁美娜告诉记者,在武汉的40个日夜,足以让他铭记一声。 付出才有收获嘛,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,无论好与坏,都是自己的人生经历,都是一种经验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你老了之后,回过头来看,这份经历其实很美好,很珍贵。 所以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吧,还是需要一些脚踏实地,这种比较实际的梦想,不要太过于梦幻。 闲暇时,体育锻炼成了丁美娜的一大爱好。 医院的羽毛球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,在这里,他与同事们尽情地挥洒汗水。 业余时间,会经常打打羽毛球,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羽毛球这些运动,也会去游泳,然后偶尔去跑跑步。 通过运动,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,只有更好的身体素质,才能够更好的在临床,适应各种的工作。 在记者两天的拍摄采访中,深感护士工作的辛苦和责任。 作为一名介入专科护士,每次实施介入手术时,丁美娜都要穿着沉重的轻衣忙碌者。 丁美娜告诉记者,青年人既是追梦者,也是圆梦者,要不断地学习积累,才能做一个时刻准备好的逐梦者。 临床经验很重要,每一次的经历都很重要。 因为每一次的经历,你吸收完了之后,转化为自己的东西,换一种形式,再传输给学弟学妹们,一定要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。 新鲜事物,新知识,尤其是我们这种临床行业,这种医疗行业,我们一天不学习,都是在走下坡路。 临床上的东西就是出新的非常快,更新的非常快,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地不断地学习。